我觉得现在就尤其是中美关系有点低谷的情况下 要多做这个民间外交 近日 美国著名侨领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素九 接受中心社专访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 张素九做出上述表述 张素九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志忠将军的女儿 旅美四十余年 从最开始组织中国的股票 证券 以及房地产行业专业人才赴美学习 到帮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再到2008年组织筹备北京奥运花车 亮相美国新年玫瑰花车游行 张素九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民间交往 那个花车走得很漂亮 我们花车前面是二中的学生 然后花车上面是北京新医院 在后面有做软工 而且还有肩上芭蕾 整个那条街上都轰动了 震撼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交流吧 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能够让美国看 张素九表示 中美民间外交中女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016年在她的倡议下 美国华人经国会在洛杉矶成立 旨在以华裔女性的亮丽风范 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经国会的这些负责人 这些大部分人吧 都是老板 他请的美国人做事的 那这些美国人怎么样呢 当然他相信你是老板 对不对 他为你这老板做事 他觉得在你这个公司做 比在别的公司做更好 所以他就在这边做 那他怎么样 也不会说反华吧 然后呢 再多多的 这个跟美国的这些朋友们多交流 然后呢 就说 就中华文化 想各种办法 来就是 把中华文化介绍到美国去 张素九也重视推动 中美两国青少年间的文化交流 比如他每年都会组织中国青少年 到美国参加夏冬令营 他表示 培养两国下一代青少年 互相认识彼此了解 有利于为两国民间的友好关系 培育土壤 中美的孩子要交流 建友谊的话 对下一代也很好 是 等等吧 后来就觉得是有这个责任 就觉得有这个责任心 对 就是应该国内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应该有 有这个责任心 能够 我们在美国也能做 张素九指出 中国人一向爱好和平 慕临友好 美国应端正心态 客观理性看待中美两国关系 中国人都讲孝顺 讲和平 那个希望全世界都能够这个和谐吧 我们没有派一兵一族在世界各地吧 我们又打 打枪 把人杀死吧 可是我们搞得一带一路啊 是帮助这个贫穷的国家 修铁路修什么 因为我们富了 我们也希望这年龙的国家能够富 我们是帮助他建设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来说 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慢慢大家会看到这一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